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血压没有控制好血管硬化 心脏到脑部的血流公益受影响的话 可能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也会增加 拼事业忙工作 忽略健康饮食 没控制好血压 当心连失智症都有可能找上门 油类的或糖 甜的东西 吃的比较少一点 在做菜大部分都是少油 有时候就是糖之类的 我都比较少一点 根据澳洲和英国的研究 在430万人病例当中 30岁到50岁血压比正常值高出20毫米拱住 罹患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高出62% 就是因为心脏血流的供应 一旦对脑部血流有影响 就会牵连到脑部退化 血压高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 不管是大脑组织或者是末梢器官组织的 一些血液供应的这些异常 会造成组织的伤害 所以其实就之前的研究来讲 血压高跟中风跟心脏病都有很高的关系 那所以我想对于这个失智症来讲 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形 失智症包括阿兹海默症和血管系失智 国内各占60%和40%的比例 目前医学上还没有方法可以治愈 只要有语言 认知 思考或是判断力 手脚不协调等等都有可能是失智症前兆 你只要年纪到达一个程度 从大于65岁以后年纪增加 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就会增加 那反而是像高血压这种东西 是我们从很年轻就可以注意 血压高血管容易硬化 罹患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也高出三倍 这份研究数据也让医师提醒 平时就应该注意饮食 避免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 因为血管性失智症是可以及早预防 TV新闻 吴彦军 沈佩颖 台北报道 而如果要逆转失智 是不是真的可以借重咖啡因呢 因为有研究显示 咖啡因可以阻碍蛋白质斑块 在脑部形成 有助于逆转记忆缺损的问题 那么茶跟咖啡似乎都有点帮助 当然必须适量 茶饮必须是不加奶不加糖 才会有效果 那么至于咖啡呢 现在也有台大的医生提出了三杯法 也就是说你要喝黑咖啡之外 搭配开水 鲜奶 而喝的时间点 还必须要等咖啡完全消化代谢之后 避免混合着喝 会阻碍钙质吸收 上班提振精神 不少人都会像这样来一杯 大概都上美式或拿铁 今天有一杯吧 300ml左右吧 喝咖啡醒脑 但怎么喝也大有学问 就有台大名医爱喝咖啡初心书 提出三杯法 不但建议单喝咖啡 每天还以三杯为限 每杯的量不要超过250cc 还得搭配等量的白开水 一个半小时后再喝1.5倍量的牛奶 那喝完咖啡之后 还是要大量的补充水分 因为咖啡它是会让我们沥尿 那沥尿的过程当中 我们细胞也缺水 那身体的代谢失散 会造成一些影响 营养师也解释 黑咖啡喝多 不但沥尿排水刺激味 还会造成骨质疏松 得从喝牛奶补充钙质 但一起喝变拿铁 牛奶和咖啡里的草酸结合 反而会阻碍钙质吸收 比较属于刺激性的食物 它会造成胃酸分泌不过多 那比如说胃溃疡 胃食道逆流的人 他们可能就会感觉到不适感 就会比较增加 喝咖啡除了看体质 拿铁 美式浓缩 种类也大不同 每日摄取量 也建议从咖啡因来算 每天300毫克违线 避免空腹 饭后再喝 咖啡里头的绿原酸 帮忙促进胃酸分泌 消化食物 还能延缓血糖上升 喝咖啡前停一停 留意时间方法 喝的比较没有负担 TVB的新闻在中 刘一轩台北报道 在亚洲我们可以吃到 最棒的食物是什么呢 参考一下 972位美食家 票选出来的 前亚洲50名 最佳餐厅的名单 其中一间新近榜 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这个主厨呢 是西班牙人 他把菲律宾原住民的 烹调技巧食材 通通融合在一起 混合了西班牙元素 口味蛮独特的 他的招牌开胃料理 是苏榨牛脸皮 2016年亚洲50最佳餐厅 菲律宾榜上有名 唯一入选的是 这一家Gallery Vest 餐厅主打西班牙 菲律宾混血菜色 招牌开胃料理 不能错过这一道 苏榨牛脸皮 表皮酥脆 来自36小时烘烤后风干 最后才能下锅油炸 单吃能品尝原味香气 但要多点层次变化 得搭配非国特制酸辣酱汁 另一道生虾薄片 虾子先用菲律宾特有的 柑橘皮增加香气 淋上橄榄油及少许盐巴体味 一部分的这些Gel 加烤酱汁 一 二 三 果香还要搭配 加入姜末的酸奶 一口吃进饼皮脆 生虾鲜度 以及酱汁酸甜 玉米混合牛奶 调制而成的面糊 包进玉米皮 卷起来将两端固定 再放进蒸笼 蒸熟后 这个动作不能少 剪开玉米皮 让它透气 玉米布丁Q弹光滑 淋上奶油 呈现金黄色 炙烧玉米粒 外皮焦黑 却散发出焦糖香气 放上慕斯及碳香冰淇淋 摆盘完成 打开蒸笼 玉米布丁在液态蛋中保鲜 兼具视觉 为着享受 这间餐厅的灵魂人物是他 Chef Chalet在西班牙出生 从小学做菜 后来到菲律宾闯荡 成长加上工作背景 让他的厨艺哲学 丰富多元 当我游戏到菲律宾 我可以读习一千年 有些社区 在煮的方法 从一千年开始煮的方法 所以就像在那里停止 擅长将原住民传统烹饪食材 及风式转换成创新菜色 这不是菲律宾的食物 这不是西班牙的食物 这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总出餐厅们能看见艺术装置 以及雕塑品 就像是自身小型化廊 能够边享用美食 边欣赏艺术创作 餐厅不只提供舌尖美味 用心布置环境 让上门客人沉浸在艺术氛围 吃美食也品味在地文化 TVB的新闻 李伟华 陈和林菲律宾 采访报道 而卖美食不定时不定点 限量 这种快闪 又加上饥饿行销的方式 真的蛮有办法吸引到顾客的 台中有个老板 他是开着行动餐车 卖什么 卖香肠跟米肠 脸书上他po了文 顾客才知道他到底在哪 每天限量100多份 两个小时一定都卖光 同样餐车业者 还有另外一个卖的是 古巴三明治 饥饿行销真的有用 排排排客人急着点餐 烤炉上多汁的香肠米肠 滋滋作响 餐测一到才20分钟 人潮已经排了50公尺 它比较有层次 然后很原味 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米饭的香甜 对 因为有看到它发布5分钟 5分钟我就马上赶过来了 两只排队美食别无他法 每天开店位置不固定 民众只能靠粉丝专业po文 而且开店前才发讯息 就是要让民众追着跑 方便的业细交工具 然后大家现在联系都是靠网路 靠Facebook再联系这样子 老板说每天限量100多份 不到两个小时就会卖光 现点现烤烟 萝卜泡菜小黄瓜随米夹 而店的特色就是 今天开到哪就到哪里卖 地点多选在空地或骑楼 不过天气热 餐车又没有冷藏设备 米长香肠放一个小时 就要注意有没有异味 所以资产保存的话 我们中间的运送过程 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左右而已 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电影五星主厨快餐车 主厨靠着卖古巴三明治 找回人生 现实中也有人跟他一样 一咬拉出长长起司 搭配椰莓花猪肉 酸黄瓜盖上面包 送到牙面包机 压得酥酥脆脆 光是招牌古巴三明治 假日限量100份 太慢来也是吃不到 面包很酥脆 然后起司也蛮好吃的 一样用脸书 投文行销 不固定地点 得不到的最好吃 抓准饥饿行销 小小餐车 也能跑出自己的上机 TV编子新闻 出现罗维新台中报道 这专饭呢 有一种是小口短花 另外一种则是豪华版本 店家主打使用和牛等级的沙拉 那么搭配了鲑鱼卵 海鹿两位都吃得到 或者是一份鸡肉专饭 里面会有鸡腿鸡胸肉 鸡翅三个部位 整体的价位当然就会贵两三倍 但是客人照样买单 带动了业绩两三成 生牛肉放进锅内大火快炒 淋上特质酱汁搭配鲑鱼卵 海鹿两位都吃得到 这边是我们的牛肉汉 然后温泉蛋可以跟饭搅拌一起吃 业者主打用和牛等级沙拉 品质提升不光只是吃肉 鲑鱼卵点缀 口感更有层次 拿刀子用力切开 肉比碗大的囤肋排 外形像是棒球手套 冻饭上铺满海苔酥 和一颗温泉蛋 仿佛棒球加上手套组合 大份量端上桌 消费者看了觉得很新鲜 就是很丰盛 然后就是各种口味都可以享受到 尤其它那个牛肉腌制的还蛮好吃的 尽管价格比传统丼饭高上两到三倍 但走澎湃路线 不再只是单一菜色 反而带动业绩二到三成 和牛级沙拉这个产品推出来之后 其实一般的消费者都可以接受这个价位 那它目前在我们整个餐点的点购率上 也都是排行大概有前三名 豪奢丼饭还有这一家新鲜生鱼片 章鱼干贝鲑鱼软等等 不满粗饭上头 重头戏是这只超大size 胭脂虾 聊多到满出碗外 看准消费者口味多变 不论是肉类型态丼饭 或是海鲜盖饭 用多种食材比拼 不敢吃虾糕的话 它可以生吃 它也可以让我们帮它烤 对啊如果可以吃的话 几乎是直接都是自己吃这样子 冻饭也出现M型化 平价豪华版都有 业者推出多种选择 试图做出市场区隔 TVB的新闻夜 巨宏王百英台北测房报道 新闻东西在餐厅洗手 你会不会用纸巾呢 香港一年可以用掉200亿张纸 等于砍伐了58万棵树 那环保一点用烘手机怎么样 媒体现在说 这新型的喷射式烘手机 在空气中散播细菌的数量 竟然是纸巾的1300倍 不过这个说法也被质疑 可能测试的情况不太一致 测试者没有洗手 小朋友把厕所的烘手机当玩具 但像这样的烘手机 会是散播细菌的温床吗 究竟烘手机会让手比较干净 还是比较脏 英国的应用维生物学期刊 在2011年就刊登了一篇 由西敏大学为生物学者进行的研究 分别比较了擦手指 一般暖风烘手机 还有知名品牌烘手机的细菌传播速度 结果发现这当中 喷射式烘手机 在空气中传播细菌的速度 比普通烘手机高出60倍 比擦手指高出了1300倍 这份研究一出 让擦手指和烘手机的正反辩论 持续引起外界关注 有维生物学家就跳出来 为品牌辩护 第一先指出实验方法并不正确 二来也将矛头指向 制造擦手指的产业链 而认为烘手机的确比较干净 又环保的机构也不在少数 一人一张擦手指 很快就堆满整个垃圾桶 显得既浪费又不环保 但过去的确就是有研究指出 擦手指确实能让手维持干净 原因就在于水分在手上停留的时间 比烘手机短 就是因为要追求百分之百的干净 喜欢用擦手指的人还是很多 像美国就是最高度使用擦手指的国家 平均一人可以消耗24公斤的擦手指 但是为了环保 烘手机的使用比例也逐渐提高 哪一个比较好呢 专家说有没有认真洗手才是重点 因为细菌容易在湿度高的环境下散播 洗手后最好尽速把手弄干 如果要用擦手指的话 也应该要省着用 不要过度浪费才是最高原则 TVB的新闻综合不到 人有各种烦恼 而全世界有五成的人 是为了睡眠问题而困扰 对大多数人来说 失眠大概是偶发的 可是澳洲有一个家族罹患的 罕见的致死性家族失眠症 这个家族里面包括了 妈妈 舅舅 阿姨相继的痛苦离世 患者没有办法进入深层的睡眠 所以一旦他们发病 就只能伴随着失眠 痴呆跟幻觉 甚至失去了说话的功能 每天早上闹周一想 你也想这样吗 想再多睡五分钟就好 这种对普通人来说 再平凡不过的小事 对睡不着的人而言是一种奢侈 尤其是罹患了罕见遗传疾病 致死性家族失眠症的病人 失眠最终将夺走他们的性命 这对来自澳洲的姐弟就面对着这样的恐惧 他们的妈妈 外婆 舅舅 阿姨 全都死于这无药可医的罕见遗传疾病 为了在发病前找出可能的补救办法 他们辞了工作远赴美国 想尽办法破解这个可怕的家族诅咒 但他们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目前全球有40个家庭 约100名患者都有同样的命运 这对姐妹同样想和命运对抗 他们是在妈妈发病后 才知道自己的家族里竟有这样的遗传 而且遗传到的几率高达五成 他们的母亲在52岁时发病 短短几个月内从健康状态 恶化到重度昏迷 不止妈妈 家族里包括外公 舅舅也都死于这种疾病 如此罕见的家族遗传疾病 最早则可以追溯到251年前的威尼斯 学者相信一名威尼斯的医生 就是全球地利病患 他在1765年死亡 也将这失眠致死的诅咒传给后代子孙 1980年代 一名和第一例病患属于同一家族的男子 同样在四五十岁的阶段就发病 发病以后就无法进入深层睡眠状态 目前医学界将发病后分成四个阶段 前四个月先是失眠 引发恐慌恐惧症 第二阶段会产生严重幻觉 接着是体重继续下降 发病后在短短18个月内可能就会死亡 科学家至今还在研究发病的真正原因 也还没有找到可以完全治愈的疗法 失眠对这些家族来说是藏在血液里的诅咒 还在等现代医学来解除 TVB新闻综合不到 还要注意基因脆弱的关系 女性离犯肺炎的风险是男性的六倍 天热怕臭味 你会用空气清新剂吗 小心对治癌的风险 很多女性不吸烟 但却死于肺癌 高九龙总对一千多名民众 做低剂量电脑断层肺部检查 发现有25人检查出理化肺癌 当中有19人是女性 排除干扰因子后 发现一样不吸烟 女性得到肺癌的风险 竟然是男性的六倍 医师认为 这有可能是女性基因 先天就比男性基因脆弱 吸到二手咽尺 可能导致肺癌因子 更容易诱发癌症病变 当空气里面出现奇怪味道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就是拿出空气清新剂 喷个几下 但小心了 家里面这些瓶瓶罐罐 每七名是清洁用品 可能会对人体造成莫大色害 空气清新剂含有 零本二甲酸酯类 会干扰男性荷尔蒙 零零总总的清洁用品 则是暗藏了致癌物 跟可能导致哮喘的毒素 从外头买回的罐头食品 直接加热快速方便 但这样的金属罐头 直接隔水加热 对食品安全恐怕会有疑虑 医师指出罐头加热 达到摄氏50度以上 就会融出双分A 而因为材质的关系 铁罐的风险又大于旅罐 大家对他的可能的健康余力 都非常的担心 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像 小孩子心味的发生的异常 那也可能会造成像过敏 或者是造成不孕症 性早受这些问题 不要把运动想得很麻烦 连脚中打鼓也可以健身 我们一起来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